我们现在请大家看《老子道德经》53章 《老子道德经》53章 使我戒然有之行与大道为师四位 大道甚以耳铭耗尽 曹甚处田甚吾 昌甚虚 浮闻财 带利剑 燕饮食 财获有余 是未道夸 非道也哉 这一章也是很重要 很精彩 老子把众生的心真的是看得很透彻 太了解 真的就是很了解 我们先来看 使我戒然有之行与大道为师四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老子他就讲到自己 为什么能够让我这样 这么样的坚固 这么的深信 然后这样能用觉知而行大道 也就是说体道 悟道 而行道 与道合一 这么样甘雨平反平淡 跟整个道合为一体 为什么会来到这种境界情况 唯师四位 这里的诗讲的世间众生的布诗 那一种诗 也就是说不只是布诗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种 那一种对你好那些都是 老子为什么讲说 世间的这一种布诗 包括说对你好 为什么会让老子畏惧呢 为什么 对 因为一般众生对你好 包括最恩爱的夫妻也是一样 我爱你 我爱你 但是这个爱的背后都是要抓 要求 知道吗 所以那个被爱的背后变成就是一种负担 一种抓取 一种束缚 平常众生的一般的那一种行善布诗 如果你没办法来到三轮体控的那种布诗的话 那你是停留在有相布诗 有相布诗的话 那你背后就会有条件 有所求 所以老子对一般人这种布诗这些 包括说对你好 包括说护法 护慈这些 老子会怕怕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通常有众生的这种 有目的 有抓取 有条件 有所求 像这样的话 甚至众生也会搬出那个框框模式出来 我们的圣人模式是这样 我扶持你 我拥护你 但是就像那个 我拿出搬出那个像海豚 跳火圈那些 或是一些马戏团的一些框框出来 一些特技的框框出来 希望我心目中的这个偶像 能够超越 能够符合 能够表演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出来 能够符合我们的需要 那这样如果你符合他的这种框框模式的话 他就掌声不断 这样知道吗 但是这个你看不到真正的解脱者 那如果你要这样去做 你也是会丧失了自己 你也会成为 就是说设法 一直剪剪修剪剪自己 然后套进那个框框框那个模式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佛陀希望我们能够来到 就是说 我们从有相布施学习着来到无相布施 学习着来到三轮体空的布施 这样知道吧 但是老子他讲出这个就是说 因为一般众生我没办法这样要求 所以老子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体会到 道的那种伟大厉害呢 伟大 就是说因为整个法界 大地流水阳光空气虚空这些 对我们的恩比任何众生都更重要 而最重要对我们的恩是这个法界 对我们又是不抓取 对我们又是攻城而不拘 所以老子才体会到说 这才是真正的爱 法界的那种爱是真正纯然很纯粹的爱 无条件无所求 这样知道 所以老子就发出这种 为什么 使我戒然有之行于大道 因为唯师是位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大道甚以耳铭浩敬 朝圣除田圣吾 昌圣虚浮文采 代立见 焉隐时才获有余 是位道夸 非道也哉 这句话你看 老子也是很感慨的发出 他的那种心声 他说大道 大道 这个法界 这个天道 法界 这个大道 就是如此的平凡 平死平淡 大道就在眼前 但是 大家却看不到 整个法界最神奥最神秘的神迹奇迹 都展现在大家眼前 但是 你就看不到 看不懂 太习以为常 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但是这却是最深奥的 最深奥的 而众生看不到 就怎么样 大道甚以耳铭浩敬 一般的百姓 一般的众生 却很喜好那些奇奇怪怪的 喜好那些雕虫小技 就好像说 最美的艺术是在大自然 在法界中 但是 你不懂得欣赏 这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最美的艺术 而你却要花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去购买一个某某大师的创作 他的雕刻品 或是说他的国画 那你觉得说 这个是价值几千万 你才觉得说这样过瘾 才觉得这样说 这是稀有 但是对老子而言 那些都是多余的 人类创造出来的那些艺术品 是没有生命的 法界的艺术品 充满着生命 充满着变化 充满着神奇 但是最便宜的 而且又是最美最奥妙的 众生就看不到 不知道珍惜 所以老子有发出那个感慨 大道圣以耳敏浩敬 所以如果你打开智慧眼 你懂得欣赏的话 你看 你根本不必花什么钱 去储藏那些艺术品 你打开智慧眼 法界的无价之宝 都不断的呈现出来 所以就是说 你真的可以处处得到无价的法宝 大道圣以耳敏浩敬 那你看 众生都是怎么样 心外求法 那结果怎么样 草圣楚 田圣武 昌圣虚 但是 却 福文才 代立见 这个意思就是说 草圣楚 田圣武 昌圣虚 这个都是形容 一个人 内心的空虚 内心的空洞 心田的荒芜 朝圣楚就是说 你内 一般众生 内心是充满着 这个楚就是污垢 充满着污垢 充满着贪嗔痴 你的心田 一般众生的心田是 那么样的荒芜 充满着荆棘 也就是说 你这个心田是如此的那种空虚 如此的荒芜 也就是没有什么智慧 这样的 昌圣虚 你内部肚子里面 实在没有什么多少东西 也就是说 内部内心是空虚的 这个空虚不是我们讲说 心与空相应的空 而是说 事实上肚子里面是没什么东西 但是 而且加上就是说 你的贪汁又充满着贪嗔痴 内心的不安 苦闷 但是你外表方面却是怎么样 浮纹彩 穿着很华丽 很富贵 打扮的贵族 然后代曆剑 代曆剑 像以前的人 包括说配件或是配玉 有没有 那些都是要衬托你的身份 有没有 那些就像说贵族 你要带 你要什么样的条件那些 配合什么样的条件 这样才衬托出你的身份 所以这个代曆剑意思就是说 都是用外在的那些 来衬托出你的那一种身份 这样 就像现在 又要戴一个手表 就要七八十万一百万的手表 开车就要开五六百万的交车 就这样 那种意思 这代曆剑 燕饮食 这个燕饮食 不是燕污 这个燕是老饕的那一种 喜好的那一种 一直在追求口腹之欲 燕饮食 甚至吃口也说 那三顶海味 那也没有三顶 我们吃得厉害 哪一种意思 燕饮食 财货有余 贪欲无穷 一直的抓 一直的积聚 一直的积聚 然后抓各种的 那种世间的财货 那你看 老子看得很清楚 因为你内心越空虚 你才需要越多外在的装填 这样知道吗 如果你的内心 是充满着安详 充满着法喜 充满着智慧 那些外在那些 你感觉 只要维持基本上的就好了 多余的就变成是累赘 你不会 你不会想说越多越好 不会的 所以 物质方面 只要维持最基本所需 这样就好了 有个地方可以住 可以遮风避雨 衣服穿的 能够不受风寒 有个地方可以防蚊虫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像这样 你可以把物质欲望 降到最低 你也会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有内涵的话 那你会这样的 但是 如果你越没有内涵 那因为你内心越空虚 你越不知道心灵要归何处 所以 当你内心越空虚的情况之下 你就需要抓越多 外在的物质 来让你依靠 来让你有个安全感 来让你有个满足感 所以 如果你不知一归何处的话 你这个一 就到处去抓 去追 去抓索一 就一直向心外求法 如果你知道依归何处的话 你到哪里都是安心自在 所以 这里 你看 慢慢的去体会 老子所跟我们讲的这些 都非常深的 大道甚以耳铭却耗镜 想想我们自己 有没有这样呢 这个老子都提供一面 这面很好的镜子在我们照 我们有没有这种 草圣楚田圣武昌圣虚 但是 却 浮闻彩 戴立见 艳饮时 才获有余 所以 一个真正 有智慧的善知识呢 它不会用外表来炫祸 众生 不会的 他不必用外表来说 让人家看 他就是一个大法王 一个很庄严的外表 不会的 他就是 反扑归真 成为一个很朴实 很平反平淡的人 所以 如果是这样 内心空虚 曹圣楚 田圣武昌圣虚 福温彩 带立见 艳饮时 才获有余 老子说 这种人叫做道夸 也就是 这个人就是道劫 道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一方面 我们分两个层面 一方面就是说 他内心是空虚的 但是 他透过一些外表 来让人家以为他很有内涵 很有东西 所以 这样 你看 别人就会尊敬他 恭敬他 供养他 你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这种怯道之心 大家仔细去看 这里面是有怯道之心的 你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却装出 好像有那样的实力 这个就是有怯道 再来 更深的 老子讲这种更深的 就是说 你看 你不是不够吃 不是不够大 但是你却贪 一直贪得无厌 那你多来的这些 你就是 道用大自然的资源 这样知道吧 你就是在道用大自然的资源 你不是因为需要而用 你是因为贪欲无穷而一直在消耗大自然 更多更多的资源 这就是在窃盗大自然的资源 这样知道吧 这个道亏 道夸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非道也在 这个不是一个走在大道上所应该展现的现象 所以 当然我们也慢慢的来听到 文道之后 我们也能够更懂得知恩 感恩 报恩 大家要懂得喜福 现在有些科学家也都提出呼吁 如果人类一直在以这一种消耗 以这一种浪费大自然资源下去的话 可能 他说 再不过一千年 人类的后代子孙 就没有资源可用 知道吗 对 一千人还比较保守的估计 我们不能够就是说 为了我们无穷的这些浴滩 然后把整个地球资源都耗尽 那后代子孙呢 我们也要为后代子孙想想 所以绿色环保 保护我们这个地球村 保护我们这个绿色大地 这个很重要 保护我们的资源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提道悟道而行道 好 大家再看第五十四章 五十四章这里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托 子孙以记事不错 修之于生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得乃余 修之于香 其得乃长 修之于邦 其得乃风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仆 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 无何以知天下燃灾 以此 这里老子就提到就是说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托 这就是如果以佛法方面的文师修正来讲 一个人你来到真的你体悟到法 体正到法的话 你会来到那个事不坏境 我们在讲阿安解脱道里面就有讲到说 你如果真的有见法 你真的体悟到 这个不是文师上面的 而是实际的体正道的话 你会来到事不坏境 也就是说 不管别人再怎么样风吹雨打 再怎么考验你 你都是道心不坏的 因为你真正凭证到 无常就是这样 无我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会被那些禅宗里面有讲到 你如果真的见到的话 你不叫老花生 把你骗起 知道吗 那老花生有的是要故意向你考验 你到底是真正满满满 你是到底你体验是真的假的 有时候会故意要煽动你 如果你是真的 你就不会受动摇 这就是说你会来到事不坏境 如果一个人你真的是体道悟到而行道的话 你会来到这种情况 有没有 善见者不拔 你真的建立起那种道心 你真的体道悟到的话 这个别人是拔不掉的 善报者不拖 你真的与道合一的话 你不会说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就是法界度很好 我就浸泡在法界里面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那里 怨天尤人 听说对我实在太不公平 听说对我如何 如果你还会有那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些 那表示你的体悟还没有真正的坚固 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讲的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拖 好的 子孙以记是不错 如果说一个真正体道悟到而行道的人呢 因为他是与道合一 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的得道之人 他展现出来是充满的智慧 所以不管他在这世间 有没有留下什么风光我业 或是留下什么名声 对他都不重要 但是自然而然 他会默默的影响后代的人类 而后代的人类对这样的人 这个子孙不是说光跟他同性 而是说后代的人类 对这样的一种得道之人 因为他展现出来 是无我无私的那种精神 所以后代的子孙会勇怀其恩 这样的人 他的影响会与日月同光 这就是子孙以记事不错 好 再来 修之于神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你看 老子这里一样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修行方面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来到无为的世界 什么事情都不做 不是这样 你看 这里一样有讲到修行方面 也是从个人的点 然后限 面 空间 你看 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 有没有 一个人修之于身 其得乃真 一个真正修身养性的人 这个佛教来讲 就是你不断的净化自己的贪嗔痴 不断的净化自己 让我们身心柔软 让我们这个分类的人格 让我们充满那种分类 充满界限那些 慢慢的去除 慢慢的去除 让我们能够反扑归真 有没有 你本身必须要成为一位真人 你才能够去自利利他 那我们一般众生 常常是人格分类的 我们表意是 上次有跟大家讲 如果表面意识 你展现出来是自卑 你浅层意识里面 展现出要展现的是 我慢 你深层意识的 刚才讲那个浅浮的浅 浅在那个浅意识 如果你表面意识展现的是我慢 你要再向人家炫耀你多醒多厉害 懂多少 你学问多高多好 那是因为你希望多得到一些肯定 那为什么你需要多得到一些肯定 因为你内心自卑 你不能肯定自己 你对自己还不能肯定 还不能接受 所以你需要多一些外在的肯定 这样知道吧 所以那人类是常常在那个表里不一的情况下运作 常常是在形成那种人格分类的这种情况之下 在运作 所以你有时候会变成 人前是一种做法 人后又是一种做法 你不敢单独静下来变对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变对自我 那你真的要修行 你必须来到这方面都要突破 都要超越的 来到超越二元对立 因为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 这个也是二元对立 这就是人格的分类 那你必须要来到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 这个要合起来 超越二元对立 来到无上正等正觉 你才会成为一位真人 修行就是要让我们那些冲突的世界 慢慢的统合起来 记得这个很深 所以修行你不要在那里 还在那里求禅相求感应 求加持不是那些 真正的修行就是要让我们内心的冲突世界 慢慢的能够统合起来 让我们的贪嗔痴凹凸不平的心 慢慢的能够化为完整 把那些贪嗔痴物够净化 这些都是现在就要做了 现在就要做 所以你能够这样 你才能够来到无上正等正觉 那你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位真人 你才会成为一位真人 只要你还有贪嗔痴 你就用很多的面具把自己包裹着 只要你还有戴面具 还有贪嗔痴这些的话 还有我慢 你就不够真 就还没有办法成为真人 所以你看老子这里就讲到 修之于身 你必须把自己 要是能够先摆平自己的冲突矛盾 你这样才能够成为来到一个真人 然后你能够就像说 你能够对自己慈悲 你才能够对众生慈悲 你自己内心的矛盾 你能够统合起来 你才能够协助众生 怎么样超越这个二元对立 怎么样把那个矛盾化解掉 所以你才能够修行从 你修行才能够从这个点 点就是你自己 自己先照顾好自己 然后你才能够扩大到你的家庭 然后再扩大到其他 慢慢的再扩大 如果你内心 像以前有一位学员 然后他去找我 他以前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算 也有些神通 也会跟他赏命 也都很准 但是他还是充满的苦 充满的不安 他来找我 我问他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他就说 因为我虽然能够帮忙别人 我虽然能够算别人命 但是他觉得说 我摆不平我自己 这个是渐渐愿意 如实来面对自己 真的 修行就是要 如实回来面对自己 真的要如实回来面对自己 看看自己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内心的冲突矛盾 看看检讨反省 自己有没有慈悲 有没有柔软 有没有慈悲善待一切众生 如果包括说 你没有慈悲善待自己 没有慈悲善待众生 那你要谈修行 那其他都免谈 你要谈什么神通感应那些 谈什么 在什么神通禅相那些 那都免谈 那都只是在世间法里面的而已 所以真正的修行就是 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真人 那你看 所以修之于生 其得乃真 才是你很真诚真心 也会成为一个很朴实的人 再来 你慢慢的就会把你的这一份的那一种 真诚之心慢慢的会回馈这个世间 所以你会把你的修养这些修行这些 慢慢的回馈 所以修之于家 其得乃余 因为你有余 然后渐渐的 可以把这些 跟众生来分享 修之于像 其得乃长 其他以此类推 来到乡镇 还有来到 扩大到国家 再来不只是扩大到国家 还扩大到整个 天下是讲整个法界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空 空间 虚空 那你看 你能够把你的修行这些 回馈到整个虚空 整个法界 六道众生这些 那是不是你的德行 能够普遍普及于这法界呢 所以这就是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普 像能够来到这种天下 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就像 佛陀 耶稣 老子 他们都是来到这种境界 那这个一定都是要从点线面空 这样逐渐的扩大 如果你这个点没有照顾好 没有做好 那你在那里谈空 谈无边无际的法界 那都是空谈 所以很重要的 如此回来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不足 面对自己的贪嗔痴 面对自己的我慢 如此回来 反省 照见自己的脸黑 你这样才会 走在解脱道上 这是相当重要的步骤 阶段 关键 四顾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 五何以知天下然灾 以此 你看啊 老子也是这样啊 从这个以身观身 这就是试炼住的这些啊 有没有 内身 外身 内外身 有没有 都是这个啊 大家不要被这个语言文字所欺骗说 这个跟佛教的不一样 讲这个不是讲佛教的 这个不是佛教的 你把自己这样 把他界定的死死的 你就看不到 所以一样啊 以身观身 你看 你如果会 如此回来 变对自己 你会照见到 自己充满着贪嗔痴 自己的脸 世上 没有比别人白 这时候 你还会那么严厉的去 指责别人的脸黑吗 当你看到自己的心胸 是这么的狭隘 你会去指责别人的心胸狭隘吗 你会一直在那里 对别人都总是鸡蛋挑骨头吗 所以说 你越是在看别人脸黑的人 那表示你越是没有回来反观自己的人 所以如果你修了形之后 越是一种我慢展现 拿着一把刀 一把剑刀出去砍别人 那表示你的方向 走的方向都是错误的 你没有如此回来 看看自己的脸黑贪嗔痴 净化自己身口意 让跟解脱道士背道而至 所以你看 老子佛陀他们都是强调 以身观身 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你真的能够 你有自知之病 你才能够知道别人 你能够看清自己 有没有贪嗔痴 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有没有贪嗔痴 当你完全没有贪嗔痴的时候 你才能够清清楚 只知道众生有没有贪嗔痴 只要你还有贪嗔痴 还有无名 你没办法正确清楚的判断 别人有没有贪嗔痴 你是用我慢在看的 所以一定要先回来看自己 这个叫做以身 你观内身 你才能观外身 所以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其他以此类推 所以在试炼处里面就有提到 内身外身内外身 内受外受内外受 内心外心内外心 内法外法内外法 都是这个 但你不能够只说 只是看自己的这个身 看自己的这个心 也不能够这样 你必须要再打开去看 五合以知天下然在 以此 这就是说 再跟大家归纳一下 世间最奥妙 最深的奥妙 世间最深的奥妙 宇宙最深的秘密 都很如实的呈现在 你的身心 很如实的呈现在 你的眼前 问题是 如果你智慧也没有打开的话 你就看不到 而佛陀老子 把他们归纳出来的 佛陀归纳的更详细的 就是说 无常 无我 缘起甚深 这些是他们 很深度的去观察 体位之后 然后把它归纳出一些法则 让我们来了解 指引我们去了解 所以 如果 你看不到这些法则 奥妙的话 那你就 这是无名 无名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 背道而耻 自讨苦吃苦海无边 如果你能够 从眼前 从自己的身心之中 从眼前的 一切人事物境界之中 从一花一草一木之中 去看到那种最深的奥妙 无常 无我 还有缘起甚深的话 那你就能够 体道 悟道 而行道 与道 何一而解脱自在 我们再看五十五章这里 寒德之后 彼于赤子 独宠不适 猛兽不拒 绝鸟不薄 古若 金柔 而卧固 为之 聘母之和 而罪作 经之之也 终日豪 而不善 何之之也 知何约常 知常约明 一生约强 心始气约强 物状则老 未知不到 不到早已 这一章 老子是讲养生哲学 我们有关养生哲学 老子就提到 一个人 如果你修养 有这种德行的话 你这种德行 德 含德之后 比于赤子 一个真正的 有智慧的修行人 解脱者 他是来到 反扑归真 回到赤子之心 事实上 你看 小孩子他那种 纯真纯朴 小孩子是 我们客观的来讲一下 是大人比较会欺骗 还是小孩子比较会欺骗 不错 你回答得很快 不错 真的大人比较会欺骗 小孩子很纯真 小孩子 你看 他从小 常常是这样 很会 他都是很纯真 但是大人 却常常责备他们 骂他们 让他们不敢 说真话 包括大人一些示范 也让他们 父母亲怎么都这样 这个隔壁的伯伯 隔壁的阿嬤 怎么 或是隔壁的奶奶 他们怎么都这样 然后他们也是这样 如果他要讲真话的时候 又被大人骂 小孩子不懂事 闭嘴 所以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也渐渐的 他那种纯真的心灵 就渐渐的被压抑 被扭曲 被染污 我们修行 事实上就是要渐渐回到赤子之心 反扑归真 就是这样 一个真正的走在解脱道上的人 他一定是这样的 他不会自欺欺人的 除非众生不喜欢听真话 除非众生不能够接受他讲真话 他就保持沉默 不然的话 他都希望以真诚真心 善待每一个人 好 再 独宠不是猛兽不惧 绝鸟不薄 像这样的人 因为他是回到赤子之心 然后他都是很天真 纯朴 所以他没有害人之心 所以他没有那些二元对立 所以你看他到哪里 你看这些独虫不会咬他 猛兽不会抓他 绝鸟不会薄他 这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这样没有承认心 这个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动物 他最初都有那种很强的防备 如果你有想要伤害他 你怕他 或是想要伤害他之心的话 他会跟你对抗 有的会逃 有的会跟你对抗 但如果你展现出来 是一种享和柔和 慈悲那种磁场的话 他一样他会感受到 知道吗 那我顺便讲一下 以前我一个实际的 遇到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就是以前我在专攻综艺的时候 因为是住在山上 住在山上 有一次我要下山来办点事情 因为那时候是骑摩托车 摩托车的那个放的地方 是在山腰的一个车棚 那当我到要去牵摩托车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一条青竹师在那里 牵托车 牵托车很重 看到那里 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中医 有看到说 那个熊晃 熊晃能够毒蛇 牵托车会怕熊晃 如果脑毒蛇 牵托车的毒蛇不敢挨 甚至他会逃走 那时候我会想说 我是不是回去拿一些熊晃 寺庙里面有熊晃 我想回去拿一些熊晃来试看看 他会不会怕 会不会逃走 当我起这样念头的时候 那一只青竹师 他怎么样 他这样 摇头 他真的一头四也抬起来 他摇头 那我心里想 奇怪是巧合吗 所以我在那里 扔了一下 他也都没有动 他就在那里 因为他站的地方 是稍微有一个坡度 是前面的两公尺的地方 那个有稍微有一个坡度 然后他就在那里 摇头这样 那我想说 我就要弄在那里 我再想一下 但我又 没几秒钟 我又想说 还是回去拿来试看看 结果我动这样念头说 他有摇头 我想 如果是巧合的话也太巧了 所以我想说 好 那我那时候想 好 我不要回去 我不是要伤害你 我只是说 拿来 你摇到那车的 想说拿来试看看 是不是那个熊仿真的舍会怕 所以 好 那我们不要用 我没有心要伤害你 我不会去伤害你 什么 我一样尊重你 所以就站在那里 看着他这样 以慈悲心爱心看着他 结果我看着他的时候 他慢慢的就开始动 然后下来 过来 朝我这边过来 朝我这边过来的时候 我也站在那里 我站在那里 他就朝着过来 然后他就到 这时候我穿了鞋子 他到我 就朝着这样过来 然后碰到我的鞋子 然后他沿着我的鞋边 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 因为我想说 我就慈悲善在一切众生 有毒 那一座有毒 你不要去伤害他 他都不会 他顺着你很好 对 结果他就过来 然后在我鞋边 这样 他是真的靠近我鞋边 然后就是 不是光从旁边过 他就是这样 等说摩擦这样 然后这样 慢慢的过去 所以你看 他就穿绕过之后 然后他就走了 所以你看 如果你说 他不懂你的意思吗 但是我试验两次 结果起那个念头 他就在摇头 所以 真的包括说 尤其是狗 更可以试验 如果你怕狗的话 那你越对他越怕 他对你越凶 如果你慈悲善待他 那个狗 他叫叫几声之后 他就开始咬尾巴了 他就过来让你摸摸头 所以说 你真的慈悲善待一些众生的话 他就这样 独宠 不是猛兽不拒 结鳥不勃 因为如果你有那种称心 你有那种防备 抗拒 抵抗之心 称心的话 你会散发出那个 不祥和的那种磁场出来 这些一般的那些动物 他们一样会感受到 会感受到 你慈不慈悲 他们一样可以感受到 所以慈悲善待一切众生 再来这个是 鼓弱精柔而握固 这是形容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他的鼓是很柔弱的 筋骨很柔 但是他的手却都是很有力量的握着 为之聘母之和而醉作精之之也 这是老子对小孩子的观察 他觉得说 小孩子不懂得男女 这种成人的那种 男女之交的这种事情 但是他们的 那小孩子的生殖器 却常常都是充满着精气 所以老子他觉得说 这个就是说 那种小孩子他是精气饱满 元气充足 在中日好而不煞 像那种小孩子 他为什么这样 你看到他常常哭 然后他生命不会撒牙 因为何之至也 也就是说他的气血是调和的 这个都是老子鼓励我们 要那种 要有敌行 寒得 寒得之后的话 那你这样的 你的身心也会更好 你也不会去伤害众生 知和约常 知常约明 知和就是说 你知道这种中和 包括中庸 中道 这个都是 你知和约常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常态 知常约明 这表示说 你知道这种 保持这种常态 这些呢 那你才能够表示说 你有悟道 体道悟道 你不会走极端 一生 约想 一生就是善于养生 善于养生 这是对你来讲 对众生来讲 都是好的现象 心死气约强 如果心死气就是说 你常常用你的自我意识 用你的意念去引导 去作意 去想象 用意识去引导的话 那这个都是 在有违法的世界里面 这个都是一种逞强 心死气约强 包括说 有的人那个练气功 练丹 那你常常用意念 在引导的话 你的心 是紧的还是松的 对 如果你用意念去引导那些的话 有必要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用一下 但是如果你常常这样的话 你的心是紧的 你的心是没有放开 没有放松的 这都是心的强 心的倔强 逞强 物状则老 物状 那个状就是表示圣极 也就是说 这句话就是物极必凡 物状则衰老 生住异魅 成住坏空 未知不到 如果说你不知道保持那种中和 不知道保持那种平衡 那你这样走极端 物极必凡 一直贪得无厌 像这样的话物状则老 未知不到 这样就不合乎道的那种中道 事实上整个法界它是维持平衡的 不管再怎样生生命命 整个法界它都是维持中体的平衡的 所以你一样 如果你真的有提到物道的话 你会维持你身心的一种平衡 过与不及都是不道 都是不合乎道的 不道早已 如果不合乎道 那就容易自讨苦吃 自招霍阳 好 再请大家看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晒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何其光 同其成 是位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立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见 故为天下贵 看老子这些 他真的就是 文词都很简要 但含义都很深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你看 他这里所讲的知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这里所讲的知 不是一般头脑知识的知 这个是体证 这是有心灵神物的知 真正体证的知 如果 知者不言 注意 那个言不是说 知道人就不会说话 知道人就不说 不是这样 那个言 讲的是 争辩 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读懂老子的意思 你真正体证到的人 你是不会去跟人家争辩的 你还会到处去跟人家争辩 那表示你还不知道 这样知道吗 举例来讲 这是太阳 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做一些比喻过 这就是很多的众生 一般的众生 我们现在比喻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众生都是先天眼盲 没有看过太阳 很多人他们都是从经典 从文字 从别人怎么说 然后你介绍说 太阳都是在那里叙述 有关太阳的一些常识之见 但是像佛陀 少数一些人 他们可以 因为经过修行之后 那个自我的异魔 剥落掉了 去除掉了 没有我慢 没有自我之后 那个自我异魔去除掉之后 才看到真正的太阳 那你看 看到真正太阳的人 他只是如实而说而已 所以佛陀讲究说 我不以世间争 有没有 世间人与我争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以世间争 我不必去跟很多人在那里争辩 阳光是什么 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你争辩呢 那一般众生 或是一些 没有真正看到太阳的一些人 就在那里争辩 我们认为太阳应该是怎么样 什么样才对 某某经典就是怎么样记载 某某经典就是怎么样说 就这样 所以你没有真正看到太阳 你才会还要需要很多的其他的证据 来证明说 你的观点 你的理解是对的 然后设法要去驳斥别人的不对 这样知道吗 这就是这里所讲的 言者不知 你一直在那里争辩 要展现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 那这样表示你还不知道 你还没有看到太阳 你真正看到太阳的话 你不会跟众生争辩 好 你身心柔软 你真的要看到太阳 我告诉你怎么样去看到太阳 我只是告诉你实话实相 我不用争 如果你不信 你因缘不成熟 不具足 你要跟我争 我无心跟你争 那你要诽谤 要批评 要争辩 对不起 没时间 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里就是老子所讲的 知者不言 真正提振到人 他不会去跟众生争辩 但他会讲真理 讲实相 说实话 那争辩的人 表示你不知道 你还在那里展现 我事 我能 我慢 我知道 还在那里 用种种经典 怎么说 怎么讲 那表示 你还不知道 真正太阳是什么 就是这样 这就是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那修行方面 你这个修行 你要承到 那个药灵 要怎么样呢 就是塞其对 闭其门 错其对解其分 塞其对闭其门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 什么样的阶段 守护六根 这就是守护六根的阶段 不要心外去求法 守护六根 然后过滤掉 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攀缘 该做的还是要去做 但过滤掉那些不必要的攀缘 还有也不要在那里 求幻象 想象 造作 再来 错其对解其分 错掉那些 我事 我能 我慢 这叫错其对 如果你还有那种 想要越修越厉害的 那你要把那些 要调整过来 错其对解其分 解除掉很多 不必要的那些 种种方便法 直屈无上道 也就是说 以解欲凡 这样你才会快 如果你没有 气象那个核心的话 那你会在支流末节里面 你会浪费很多的那种时间 浪费很多的生命的 所以需要错其锐解其分 何其光同其尘 好 当你慢慢的体道悟道 在修道这个过程 以及体道悟道之后 你是何其光 含 就是那种收敛 含念你的光芒 不要一直用强光去照射别人 不用这样的 何其光 同其尘 也就是随远事现 你可以不合乌 但是你可以跟世间同流 同流而不合乌 这就是何其光同其尘 所以你真的修行之后 你也不会逃避这个世间 你还是一样 可以入三界 可以出三界 可出可入 可入可出 你会能够来到一种 就是无出无入 那跟法界融为一体 与天地融为一体 这就是何其光同其尘 四位玄同 玄同 玄同就是跟法界跟天地融为一体 那你不会在那里 标心立意 不会的 真的 看得懂得你的人 就来 看不懂的人 就随远 所以老子也是一样 我讲出来 你们看得懂得 你就去挖宝 去寻宝 去挖宝 看不懂的 也没办法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书 一个后面这里所讲的 这些都是说 一个人 他来到 跟整个法界融为一体的人 他那个自我 我慢都是消失的人 他是跟整个法界融为一体的人 那像这样的人 因为他是无我无私 所以他会怎么样 因为他没有那些亲疏的观念 上次我们也讲过一句话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一个真正体道 悟道得道的人 他不是说 你是我的兄弟 亲生兄弟 我对你特别好 你不是我的亲生兄弟 你再怎么积极用功 我都保留 对你不好 绝对没有那回事的 他没有那些亲疏 血缘的那些关系 不会说 我们是什么脉筒 我们是什么传承 没有那些的 不是说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才同门 我才传什么法给你 那你不是佛教徒 那你就不能 都没有那些的 所以他是破除 宗教 种族 亲疏观念的 他是以平等心 慈悲心 善待一切众生 只要你真的要解脱 要道 要解脱自在 他就无保留 无常事的来 回馈给你 所以你看 像这样的人 你不可得而亲 也就是说 你也没办法 他不可得而亲 你也没办法让他对你特别的亲近 用那种世间的那种 拔感情 拔亲情 伍佛他唱那首歌是什么 如果要说拔感情 世间他是第一顶有 那是世间的方便 说兄弟拔感情 但是对一个解脱者来讲的话 他是超越这些亲疏 你也没办法说 多巴结他 多套他 然后多用一些 送一些东西 多送一些给他 然后他就对你特别好 如果你不是真正要找解脱道的话 他是用平等对待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对他来讲 他也没有那些亲疏的观念 这个都破除的 不可得而立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跪 不可得而见 其他的以此类推 都是说那些厉害得失贵贱 对他来讲 那些都是秉除了 他是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 你在怎么称赞他 如果你不是一个名言的人 你是一个以世间角度 或是说我是个大博士 我是个大学问家 我是个很有名的政治家 我来把你这样 夸赞你一番 一样 对他也不争一分 那你这样一直不了解 不谅解 批判他 攻击他 对他也不减 所以不可得而跪 不可得而见 固为天下跪 像这样 因为他是无所得无所失 所以他能够来到 以无所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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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 所以他能够 怎么样 远离颠倒梦想 像这样那种解脱自在的人 这是固为天下跪 这是天下的瑰宝 法宝 所以这一章也是一样 我们都可以把它跟佛经 跟金刚经这些来配合起来来理解 好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